雙方你一言我抑鬱 吵得不可開交 仔細看竟然是民眾跟玻璃是大人 起了衝突 談起事發經過 還是覺得很委屈 家住高雄的黃姓男子 合情公司起了勞資糾紛 沒想到今年一月前往高雄市 勞工局申訴 準備離開時 竟然在一旁的風扇底下 發現一支錄音筆 質疑有人切入卸聽 氣得立刻報警 透過警局監視畫面還原事發經過 原來黃先生前往派出所拿出手機 想要拍攝 遭到警方制止後 竟然情緒失控 不僅大聲咆哮 還對著派出所內的物品又砸又摔 才會被原警壓制上鎬 事發一個多月 手銬的靠痕還沒完全痊癒 儘管黃先生指控警方執法過當 但警局屬於非公開場所 可能會有許多案件及當事人個資 依規定不得拍攝 民眾的行為還是得小心拿捏 華視新聞陳寗媒質詢 榮浩北 高雄報導